萬里烏雲太陽大道要撐傘戴遮陽帽 台北22號飆三四度高溫 不過這樣的好天氣到了明天 恐怕就會風雲變色 因為青台白路持續朝著台灣方向前進 登陸台灣的機率相當高 目前的我們所預報的這個路徑 以及它就是70%的中心通過的半徑來講的話 這個範圍其實是涵蓋到整個台灣 一直到巴士海峽這一帶的 青台白路步步進逼 而且目前環境有利於台風發展 登陸台灣可能會達到青台上限 天氣風險公司也表示 青台白路最可能登陸的地點就在台東 不過橫沉半島跟巴士海峽擦邊球通過 也是有機會 但依照目前行進方向跟速度 氣象局也不排除最快明天上午發布海景 下半天也有可能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中南部地區的話 大致上來講它的降雨時間是比較偏長的 剛才有提到就是週六這一天的影響最明顯 那週日的話其實還是有一些外圍的雲系 持續在影響當中 從東邊接近到台灣附近嘛 因此東半部其實在週六這一天的降雨強度 也是會蠻明顯的 由於白路外圍環流大儘管只是青台 帶來的降雨仍不容小覷 週五東半部受到外圍環流影響會有震雨 週六颱風影響最劇烈 東部和南部地區都有可能有好雨 到了週日颱風影響減小 不過週南部仍會有較大的雨勢 也提醒週末出遊的民眾要特別留意 這樣是秀雲SNG小組 台北報導